大家好,我是老猫,冬天来了,怎么能不吃一顿杂萝卜丸子 买的白萝卜放的时间挺久了,都快放不住了 从家里还拿了一些自己种的,个儿头小是小,但是味道好 用这种绿皮萝卜是最香的 先切片再切丝 搭配一些胡萝卜丝 水开下锅烫两分钟 烫好要过凉水 咱们再攥干水分 剁得碎一些 打上两个鸡蛋 两勺盐 一勺十三香 一勺花椒粉 一勺胡椒粉 搅拌均匀 小葱增香 加入两勺面粉 一勺面包糠 抓拌均匀 油温六成,咱们下锅炸 火不要大,开中小火慢慢炸,保证里边都熟透 飘起来了颜色变深,金黄酥脆 出锅 煮上一碗热活了 煮上一碗热活了 丸子泡里边,吸饱汤汁 看起来太诱人了 萝卜丸子配热活了,做好了 开碟,开碟 这个丸子吸饱了汤汁 就张厚 炸 circulation 放cede 滋溤 洗花 酥脆能听到不 蒜汁加上 这一碗汤是灵魂 特别香 红而不辣 咱们再多泡一些丸子进来 刚泡进来的吃的还是酥脆的 泡的时间久了 这个吸了好多汤汁 味道特别好 香而不辣 一点都不辣 配上大蒜 一下来感觉了 分量没得说 一大碗 吃啥都少不了的一口摸 直接吃特别酥脆 可以煮汤 可以炒菜 可以泡在这些汤饭里边 哇 哇 一大碗 鸡肉 很滑 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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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根萝卜就能炸一大盘丸子 这个丸子纯素 但是吃起来比肉都香 一次吃不完可以放到冰箱 下次吃的时候用空气炸锅 炸一下还是特别酥脆 做法特别简单 大家赶紧试一下 我会做到冰箱了 煎大盘子 你自己打开 但是才那个 原来是你第一次会打开 煎大盘子 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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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